牛肉开始上了 在他手放下的一瞬间 赶紧拿起筷子加一块 随后各位国富选手也发起了猛烈进攻 牛肉也是大有讲究 直接放在自己面前 很显然刚落地就被他们火力覆盖 咋的 企业呢是一定要吃汤圆的 寓意的团团圆 他的东西呢我都不是太感觉 所以我吃一个 这看着算是熟的 熟的是什么 陆陆续续开始上人了 nice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坤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 饮食习惯往往蕴含着 深厚的传统和文化内涵 您是否在宴席上 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呢 在大陆的农村宴席上 大家习惯用自己的筷子 去夹菜 而在台湾的宴席上 你却总能看到 有专门为大家准备的 公筷还有母池 这种看似简单的习惯背后 隐藏着怎样深远的文化差异 在本期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大陆和台湾在宴席中 在宴席的文化中不同之处 揭示这根小小的筷子所承载的深刻的意义 为什么一根小小的筷子能反映出如此多的问题呢 跟着我带您一起了解大陆和台湾在餐桌文化上的独特之处 筷子呀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啊广泛使用的传统餐具 主要用于夹取食物用 它们呀是由两根细长的棍子组成 通常由木材呀竹子呀金属啊象牙呀塑料呀等材料呀制作而成 筷子的起源呀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中国古代 具体时间呢可能在商代吧 公元前1600年到1046年或更早的时期 最初呢筷子可能是主要用于烹饪和从那个锅中啊夹取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筷子逐渐从厨房演变成为日常餐具 到了汉代呀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0年 嗯筷子呀已经被广泛的用于进食 唐代呢618到907年呀是筷子使用普及的一个呀重要的时期 随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的扩展 筷子传到了朝鲜传到了日本传到了越南等等啊那些东南亚国家 One hour later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大陆这边啊大家吃鞋的这几个影片 我呢自己啊也在网络上搜索看了一下 哎呦 有些地方的农村吃鞋啊真的是很少有人用公块还有母吃 请大家呀跟着我一起来看看下面这几支影片 这把吃鞋的阵容也是来到了国府前十 牛肉开始上了在他手放下的一瞬间赶紧拿起筷子加一块 随后各位国府选手也发起了猛烈进攻 面临这种境况一定不要犹豫 不然你连洋葱你都吃不上注意看又开始上菜了虽然他们进行火力覆盖但还是我更快一步遇到这种高端局应该怎么做在他放下的一瞬间开始加 他们加的时候我已经吃完了然后再拿起筷子再加一块 这把吃鞋的阵容也是来到了巅峰前百 瓜子刚端上来就被各位选手瞬间秒了 不过问题不大我还到手几个花生米 好看腰果刚上他们就已经进攻那我也不甘示弱 再次拿起筷子我再咬一勺手速慢点连盘子都没有咱们端牛肉也是大有讲究直接放在自己面前很显然刚落地就被他们火力覆盖但是这种情况咱们又不要慌直接开始下一盘他们都在用筷子那咱们必须用勺子找回节奏 咱没上菜对面小孩哥已经准备就位不到三秒钟大虾就已经光盘小孩哥的手速已经让我满头大汗 现在桌子上百分之九十的菜已经光盘 旁边的小孩 我们上上一盘菜干干净 再打足款一下就吃没了 这个是鱼豆腐 这个是小酥肉 小酥肉 这个是木耳 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 这个 上了一个玉米粒 吃不 上了一个米饭 吃米饭不吃 吃米饭不吃 吃 给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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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大陆网友 对使用公块 还有母池 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陆网友的留言 好的 第一位网友 一言饮酒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一般池席是不用公块的 太耽误事 高端一点的场合 讲究一点的场合 是会用公块的 这位 网友叫 倩姐姐 他说 公块分城市和农村吧 我们这里是一直用公块的 这位来自河南的网友 说 还是用公块好 农村有些人不自觉 用自己的筷子在嘴巴里 做一下 再刀菜 真可成人啊 这位网友方说 之前在台企上班 就听台干他们说 我们吃饭不用公块 不讲究 还想反驳 也反驳不了 看来 这个事情 是真的 有发生 对吧 要不然 他早就反驳了 对吧 这位网友 432说 不是大陆没有 是大陆生活水平啊 好的地方 有 那 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些生活不好的地方 肯定是没有用公块 还有母持的那种习惯 这位网友 斌说 现在也提倡用公块 等现在的小孩长大了 应该能普及开了 我 我觉得也是这样 等 我们的下一代再长大了 这种现象呢 应该能改善好多好多 对吧 这位网友叫耀阳 他说不是大陆没有 是农村没有 这位网友叫海阔天空 他说 农村没有那么多讲究 主上三倍 谁家不是农村人呀 对呀 农村接地气 不做做 真实情感 这位网友的意思就是说呀 在农村呀 没有那么多讲究 你要是讲究太多了 他就会觉得 你跟他们格格不入 你不接地气 你做做 嗯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我想表达的那个想法呀 我会在后面的片段里面啊 我说出来 这样呢 我就先停顿一下 不说 哇 这位网友我的名字好霸气呀 好多个零 零零零零零 这位网友说 公块一般酒店才配 大小饭店去过很多 都没有配 这个讲的倒是比较 符合现实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事情 我经常 去一些 大小的那些饭店吃饭呀 真的是 他们都没有给分配 公块 还有母吃的 这一网友叫村里的希望 他说 国家也提倡用 公块 但是呢 都习惯了 一时半会儿啊 改不过来 也是啊 也是 他说的也有道理的 真的 大家可能一时半会儿啊 都还改不过来 这位网友 佐佐木说 公块还是卫生鞋 有些时候 我家菜都很担心 我的筷子会不会被哈拉着 太脏了 这位网友叫莫渊 他说 闽南也有公块 公勺 吃饭前呀 还要把所有的碗块啊 用开水再烫一遍 哎呦 这个 这个 这个习俗挺好呀 值得向全国推广啊 这位网友叫唐多令 他说 河南用公块 说明是外人 我们这边招待陌生人 有公块 邻居公有啊 从来是没有公块的 这也是 一个地方 一个习俗 一个 亲人 你就用 你就 你们就不用公块吗 呃 陌生人 你们就要用公块 这个逻辑上 我怎么感觉 不太通啊 这位网友 叫me 他说 因为在大陆 用公块 不够熟悉 而且麻烦 嫌弃的 一般啊 都不会参加 这里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吧 我们这边呢 就是那种正式的商务宴请啊 你才会看见一些公块 还有母吃的身影 像一般的同事聚会啊 大多数的餐馆呀 是不会提供公块 还有母吃的 上上来菜以后呢 都是大家 你一块子 我一块子 基本上啊 是没有公块 还有母吃的这个概念的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 有一次呀 我回老家村里面呀 参加一个婚宴 当时呢 我做的那一桌呀 有老人 有孩子 小孩子呢 可能还有一些 在感冒 咳嗽吧 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 我说 我们去找个筷子 还有池子 当公块母持用吧 我说完这句话呀 大家都对我 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有的说 你是不是在掀起俺 还有的说 啥子是拱快母思 这也搞得我很头疼啊 我也很恼火呀 本身我是为了 卫生啊 健康啊 这一块 为他们着想 反而呢 他们还要过来说我 正好 我的一位朋友啊 跟我也有同样的遭遇 也是很不喜欢这种 没有公块母持的用餐方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她的吐槽 哎 真是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的这位朋友的视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成都盐同学 大家有没有在农村 吃过那种爸爸宴呢 盈同学今天回老家 吃一顿爸爸宴 然后就 有点自闭 因为 入乡随俗嘛 所以说去吃饭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坐在一起 然后 没有公块啊 也不能这样说吧 就是很难受 也大家分享一下吧 就是 筷子 知道吗 筷子就是每天吃了之后 然后 在汤里面就去嚼 不停不着嚼 然后看了之后 也觉得吃了一点 在那边吃了 感觉 拍卫生吧 啊 就很难受 哎 哎 哎 嗯 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 嗯 你们 遇到这种情况 或者 也不说就是 讲庄吃 因为其实并没有吃饭 我然后就没有吃了 然后 就 下桌子 回家之后 自己泡了包 泡面也来吃 哎 哎 特别难受 希望大家 不要遇到这么近 啊 但是 你真的太 感受了 我真的 说 来 中格 哎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希望大家 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吃饭的 啥 比如工筷 工烧 要 对于 对于在吃席的时候啊 是否使用工筷啊 有着很大的争论 很多人觉得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肯定要使用工筷 不能说 你用筷子夹过的菜 对吧 然后 我再用 我再用筷子去夹菜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吃了对方的口水 这里呢 有一位网友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在某些 某些啊 某些农村地区啊 在一些宴席上啊 并不会采用工筷去夹菜 因为他们觉得啊 这样的话 会大大增加工作量 如果每个人都使用一双工筷 去夹菜的话啊 也就是说 本来只用十双筷子的 结果呢 我们需要准备二十双筷子 每一个菜呢 都要准备一双筷子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 有一些宴席上 我们会发现 有十多碗菜 那么每一桌 是不是又要多准备 十多双筷子呢 不仅宴席的成本啊 会变高 而且呢 也会让宴席啊 变得麻烦 其实啊 我想反驳这位网友 您觉得健康 还有卫生 还有使用工筷 这几个方面啊 哪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呢 我觉得吧 饮食的关键呀 是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 讲究卫生呢 才是最重要性了 有些个别的地方啊 一起聚餐 然后不用工筷 碗不消毒 不用母持 等等啊 这些不讲卫生啊 这种习惯啊 真的令人很担忧的 让一起聚餐 分不清 到底谁有没有携带 病毒啊 传染病啊 或者是会不会产生这种交叉感染的 这种这样的事情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些呢 人家他们吃完饭之后呢 会把这些菜呀 什么打包回去 那你打包回去之后 那这这个 这个这个感冒的病毒呀 或者或者其他病毒 会不会在菜里面呢 那你带回去吃 那你的家人会不会 也会被产生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病毒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外面聚餐呀 一定要提倡大家使用 工筷 还有母持 这里呢 我就想做一个呼吁 哎呀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了 对吧 你用工块 用母持 多好呀 多干净 多卫生 对吧 接着呀 我们再来看看台班那边 半桌 宴席吃饭呀 是什么样子的 我做了 大家可以看 我们真的做的还蛮稀疏的 在这边结婚班行业呢 是一定要吃汤圆的 寓意的团团圆圆 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画好亲团圆 真的东西呢 我都不是也太感觉 所以我吃一个 这看着像是熟的 熟的是什么 这个放到嘴里的感觉 我感觉它应该也是生鱼了 这一盘呢 基本都是生的 所以我都没有太感 像这生鱼片 乌鱼 这个应该是鲍鱼 这个是牛肉吗 这个是我刚刚尝的鱼翅干 哦 就闻到那种很鲜的味道 主要口感 只是看外表的话 我觉得和我们那边 大灰菜还蛮像的 旁边就是准备食材 及制作的位置 陆陆续续开始上人了 有多少份菜 就大概有多少做人 从上面的两段影片 我们可以看见 在台湾那边 不管是接地气的农村伴桌宴 还是城市里的结婚的婚宴 都能发现 那个公块 还有母池的身影 视频里 那个很长很长的那个筷子 还有那个勺子 大勺子 就是那个公块 还有母池 而在大陆这边 可能这种习惯 就有一些差强人意了 下面呢 我们就从健康 文化呀 习俗呀 三个方面聊一聊 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健康方面 使用公块 还有母池 母池就是公共的那个勺子 对吧 主要是为了减少细菌 和病毒的传播 个人 个人使用自己的餐具 来夹取食物 避免了多人 共用一双筷子 或勺子夹菜 这种情况 降低了呢 这种交叉感染 的这种风险 对吧 还有就是在公共健康意识增强的 现代社会 也是尤为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看啊 台湾民众呀 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意识 都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最近这两 这几年来的这种疫情的这种 这种背景下呀 使用公块 还有母池 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卫生措施 这种做法呢 有助于控制疾病的传播呀 提高整体的公共的健康水平啊 文化方面这一块呢 就是在台湾的文化中啊 使用公块和母池 被视为啊 是对他人的尊重 尤其啊 是在正式的场合 或者是聚餐时啊 这种做法呀 不仅仅是个人卫生的体现 也是对同桌用餐者的礼貌 体现了对他人的健康 和舒适的呀 这种关心 台湾呀 有较强的公共卫生 宣传和教育 政府呀 还有一些社会的团体呀 民间的一些组织呀 经常通过一些自媒体呀 或者电视呀 或者一些什么 什么教育系统啊 这些广告啊什么 来推广使用这个公块 还有母池这一块 这也反映了呀 台湾社会呀 对公共健康的这种重视的程度呀 远远比大陆呀 要强很多 习俗方面呢 就是在家庭的一些聚餐和社会 社交场合中啊 使用公块和母池啊 它也是一种常见的习惯 这不仅有助于保持餐桌的清洁和卫生 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和误解 特别是在初次见面 或者正式的场合中啊 虽然公块母池的习惯啊 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但这种做法呢 实际上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在传统的台湾社会中啊 尤其是在重要的节日和家庭聚会中啊 长辈通常会使用特定的餐具啊 来为家人啊 分菜 这一种 这一种行为呢 是表示一种关怀和爱护的 一种 一种方式 台湾使用公块和母池的习惯呢 它就是综合了健康文化还有习俗等 多个方面的因素 这种做法呀 就是 像我上面说的那样 它有助于预防疾病的传播啊 保护公共的健康 也反映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 是这个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 对不对 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还是值得大陆这边啊 去好好学习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啊 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